看看新闻网 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 拎着大包小包从医院走出来的 正是黄日华和女儿黄志鸡 为了照顾梁洁华 父女俩忙完工作后 几乎每天都要在医院 待到这个点才离开 52岁的黄日华和54岁的妻子梁洁华 结婚25年是圈内出名的模范夫妻 两人都出身无限艺人培训班 1980年拍摄电视剧《精华春梦》相识 虽然当时黄日华和梁洁华 都只是跑龙套的演员 却因此相恋 两人也曾分手 黄日华海鲜后和邓崔文 公子恩恋爱 但始终忘不了梁洁华 88年两人复合后便活速结婚 90年幸福地诞下女儿黄志鸡后 梁洁华便退出娱乐圈转行保险业 去年12月7日 是两人结婚25周年迎婚纪念日 黄日华更晒出当年幸福的结婚照片 献杀旁人 今天我们结婚了 迎婚快乐永远恩爱 不过这几天港媒 却突然爆出梁洁华去年底重病入院 疑似患上白血病 病发至今都未能出院 而在医院门口被拍到的黄日华 这个荧幕硬汉更是难得的红了眼眶 梁洁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在13年的11月17日 一家三口一起出席宠物慈善活动时 当时梁洁华看起来状态还很好 当地媒体称就在去年11月底 梁洁华连续高烧不退出红疹 进多次化验后证实 患了急性白血病 目前梁洁华对初步化疗反应良好 但是由于完全丧失免疫力 只能安排在隔离病房住院治疗 黄日华连日来除了风雨不改 早晚探望妻子 和女儿的工作生活并未受到影响 还照样参加明星足球队的训练 黄日华不肯多谈妻子的病情 不过女儿黄芷晴放话让大家不用太担心 黄日华再度探病时也向记者透露 妻子病情已经得到控制 七年前应该就可以出院回家 希望这一家三口接下来的生活 能像芷琴手中的上上仙一样 家宅大吉 行李家线编辑报道